另外在今年的 博奥亚洲论坛年会上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 金利群参加了多场活动 他的诸多看法 也是让与会嘉宾看到了 亚洲国家乃至世界 在深化国际合作 投资清洁能源方面的 各种发展机遇 在博奥我们的前方记者李思玄 也是对金利群进行了专访 来看一下 金行长您好 很感谢您的时间 亚洲王其实成立了五年 其实从最开始 咱们是57个初始成员国 现在是103个成员了 应该是朋友圈在迅速地扩大 咱们在今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可能是会更加的 更大的去扩大这个朋友圈呢 还会有些增加 但是我认为就是 从亚投行来说 有一百多个国家在一起合作 基本上我们就是全球性质的 以亚洲为中心 为重点 但是也要给其他国家提供贷款 现在董事会批准的 对非亚洲地区的贷款呢 是控制在15%左右 但是我想今后嘛 这个随着一步的扩大嘛 我们至少要增加到25% 去年可能亚投行 总共贷出的贷款额 大概是100亿美元 接近100亿美元左右 那今年如此巨大的一个资金的需求 咱们有没有考虑 可能会更进一步扩大这个规模呢 还是要根据需求来 那么今年96亿我们今年呢 还是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是要控制疫情 那么130亿美元的这个 恢复基金呢 我们还还有余地嘛 第二个呢 我们还得把从控制疫情 采购疫苗 逐步扩大到建立一个 比较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 130亿呢 如果有需要 我们是可以增加的 疫苗的这种融资了 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那么另外我们还有很重视的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国家提供 这个疫苗的这个购买的融资 能不能保证 广大普通民众 能够得到疫苗 这些我们都是要考虑的 是否会担心 如果疫情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一些国家 它的这个债务的偿还能力呢 造成债务危机不是因为借债 造成债务危机 因为借来的债没有用好 比如我们中国从80年开始 就从世界银行 后来从亚 还有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中国从来没发生过债务危机 是因为中国把这个钱用来 是搞基础设施 搞生产性的投资 把经济能够做大做强 它自然的债务的问题 就会减轻了 谢谢大家